哈喽大家好,这里是科幻战舰,我是主播米妹 今天给大家介绍的电影是《超时空接触》 虽然这是一部1997年的科幻片 直到今天回过头来再看仍然是一部优秀而不朽的电影 有一个聪明的罗莉,名叫艾莉 从小就对星空十分向往 九岁时艾莉爸爸突发脑梗去世 但坚韧执着的小罗莉秉承天赋终于成为了一名天文学家 长大后的艾莉狂热研究外星文明 并进行着SETI项目 她偶然遇见了英俊作家,精神学家彭马 星空漫谈之际,坠如爱河,共度美好一夜 清早艾莉上班却被同事肯特告知 上司杜姆林绞停了她的项目 艾莉愤怒沮丧之余,迅速组织团队 去新墨西哥州一个拥有超大望远镜矩阵的地方 重建他们的SETI项目 并东奔西走说服了一个神秘投资者为他们的项目投资 四年后,艾莉照常收取宇宙频率的耳机里 突然传来了奇异的声音 她迅速和小伙伴解析声音信号 是来自26光年以外的织女星 并发现信号里包含着一组素数 一组接近7万张的图像 和一段20多年前纳粹政府发出的希特勒宣讲视频 这证明这个信号绝是智慧生物发出的 并且就是在知女星上 信息披露后引起了世界震惊和种种猜测 然而关于这组复杂图像的破解却毫无进展 正是一个神秘人通过电脑告诉艾莉 她破解了图像并邀她见面 原来破解图像的神秘人是知名怪人海灯 海灯说四年前艾莉的报复引起了她的注意 也正是她对SETI项目提供资金支持 并向艾莉展示了知女星图像的三维合成基本原理 基于这一原理 艾莉从六万多张图像中 终于得到了一个类似工程模型的图纸 而这是一个能够将人类运送到知女星的机器 总统同意建造这个庞然大物后 旅行者也开始了严格的甄选工作 艾莉理所当然的成为候选人之一 然而杜姆林也放弃了评委身份参与候选 最终作为评选人的彭马 出于不愿意让艾莉遭遇不测的私心 令不信上帝的艾莉在信仰上帝的杜姆林前败下阵来 理由是艾莉无法代表95%信仰上帝的地球人 即使艾莉心灰意冷 仍投入到了设备建成后的调试准备工作中 这时艾莉突然在镜头中发现一名宗教狂热金发男 就在她警告杜姆林之后 金发男立刻引爆炸弹 于是巨资建成的运输机和杜姆林就这样化为灰烬 震惊失落的艾莉再度被海灯邀请 原来前多到没朋友的海灯 自个儿全资在北海道秘密建了二号运输机 即炮灰杜姆林之后 艾莉成为最好的旅行者人选并进入设备 在运行能量进行到百分之百时 艾莉所在的球形舱 最终被投入到运输机发出天地绝美的光芒 舱内的艾莉发现物质似乎正在发生变化 她经历了三个类似虫洞的通道 看到了宇宙中的生命和种种美不胜收的星云 最终在一个温柔的沙滩上停下来 艾莉看到天空中织女星云美得令人流泪 这时远方一个渐渐走近的人影竟然是她的爸爸 原来织女星人提取了她的大脑皮层细胞 分析认为这种方式更容易被她所接受 这里是她小时候记忆中的彭卡库拉沙漠 而织女星人则幻化成她爸爸的模样 爸爸告诉她 宇宙间存在许多高智慧生命体 我们都不是孤立的个体 短暂的交谈之后 艾莉被告知她该回去了 醒来的艾莉发现自己还处在球形舱中 而在外界看来只过去了一瞬间 球形舱穿过云书机 直接落在了海面上 这期间艾莉的摄像头录下的 除了噪点什么也没有 大家质疑艾莉的旅行根本没有发生 而艾莉的描述 兴许全都是幻想 他们甚至将整件事 引向了已经因为癌症去世的 海灯的阴谋论倾向 艾莉用尽全力也无法用语言证明 她所看到的所经历的一切 她只是热泪盈眶地告诉大家 人类并不是孤独的个体 最后唯一留下的证据 是摄像机录下了18个小时的噪点 以宇宙时间来算 那正好是地球上的一瞬间 故事的最后 科学家与神学家紧紧拥抱 而人类对宇宙文明的探索仍将继续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介绍到这里 喜欢科幻的小伙伴们 别忘了随手点赞和关注 科幻战舰每天为你送上精彩科幻电影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